開發人員Visio Basic 然後記得就是先插入一個模組 再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呢 需要一個按鈕好了 比如說這邊加上一個按鈕 按鈕名稱也許插入程序 特別注意喔 記得游標放在模組的右邊這邊 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也許叫門號好了 也許我針對門號去幫我組合 OK 然後那特別注意喔 之前有同學是游標沒有放這邊 放這邊的話 插入程序的時候呢 這邊沒辦法點擊 特別注意喔 游標一定要放這裡 然後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的話也許我們名稱叫做門號好了 也許假設我將來需要 在那個按鈕上面呢 顯示就是一個門號 OK 好 那這個名稱 我想你就是先用這個門號 按選擇形態 記得選SUB SUB的話呢 實際上對應到這個按鈕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叫做 一個SUB 這個SUB就是一個副程式啦 就是在這個模組底下的一個副程式 那副程式的名稱叫門號 那會有個SUB 一定會有一個ANDSUB 那前面會有個public啦 反正public是共用的 也就是說會跟其他的模組 其他的這個專案去做共用 不過這個也暫時你先不用去太特別理會它啦 因為在 因為我們現在是有個專案 所以這個public 有沒有public其實差異性不大 OK 好那再來的話 它這個門號裡面我要做什麼呢 基本上 假如說我今天要輸入東西 輸入資料的話 那我先把這裡面先刪掉 假設我今天刪除了 OK 那我接下來我要輸出資料 特別注意喔 輸出到哪裡 請注意寫在前面 然後呢 要輸出什麼寫在後面 那這個地方 我們要先從那個第一個物件 儲存格物件開始學習 那儲存格物件在VBA裡面呢 它的名稱叫Sales Sales 這個指的就儲存格 瓜谷之後它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 你要的是哪一個儲存格啊 那我要輸出到哪裡 假設我今天要輸出的是到 那個1 4的位置喔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Sales 它會跟你先要一個Raw 先要一個列 再要一個藍 所以你輸入的方式 就是要先輸入一個4 逗點 藍的話記得用雙語號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1欄的方式 OK 或者你這邊 它有兩種表示方法 你可以用文字 你也可以用數字 數字的話指的是第幾欄 OK 那比如說我這邊ABCD 1嘛 你可以輸入5啦 這樣也可以 兩種方法 那我們用15這個方式表示 會比較直覺 然後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 就是把後面的東西丟到前面 那我們後面要接什麼呢 09 跟剛剛是一樣喔 其實跟那個 在資料編輯列裡面 差異性不大 比較有差別是說 如果後面加end對不對 VBA裡面的end 前後一定要加空白 那在資料編輯列裡面 不用加空白 差異性在這裡 09多少 09 那我要串接什麼 09 這個東西 0911嘛 那 剛剛直接點擊啦 可是在VBA裡面是要去 告訴大家說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呢 我在哪一個儲存格呢 在F4 所以這邊的話喔 把這邊複製一下 貼過來喔 F4 有沒有 0911 後面再一個end end什麼呢 end-的符號 所以一樣 好 先打到這裡好了 打到這裡之後呢 如果你要先執行看看 之前我們是直接打勾啦 可是在VBA裡面喔 是直接按下上面有個執行 有沒有 執行看看 OK 有沒有發現 執行出去 放到這邊來了 OK 那後面的話呢 請你就整個全部打完 我們用那個 剛剛用test testtxt那個函數 可是在那個VBA裡面喔 它一樣有類似 就是txt這個函數 可是它的名稱不叫test 它叫format 所以你把它改一下 end什麼呢 end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加上什麼呢 加上一個 我們的這個區碼 不過區碼輸出的時候呢 要先外面包一個format 所以你打一個form 如果你format打不出來 你可以先打個VBA 然後 點 F O 有沒有format也會出來 那前面VBA 意思就是說 在VBA 底下的函數幫我叫出來 當然你不打也沒關係啦 你打format也OK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大概用滑爐點兩下 後空白鍵也可以 OK 然後 刮壺 什麼東西 它會跟你講說 那你給我一個 哪一個儲存格 那我們是 居欄裡面的儲存格 所以把這個居欄 這個把它 改成G有沒有 貼上之後 一樣是儲存格 Sales 然後逗點 後面就是 雙引號000 OK 然後這樣子 後刮壺 完成了 那試一下 再執行看看 所以 有點像那個 上面是打勾嗎 這邊是執行 有沒有 084 然後面的話 一樣怎麼樣 把這一串怎麼樣 複製一下 記得複製的時候 空白要複製到 因為and前後要加空白 再上 把這邊改成h 好 直接執行一下 有沒有 0911 084 007 007 OK 但是 現在 只做一個 那你下一個怎麼做呢 其實下一個 就是 當然比較笨的方法是嗎 Ctrl C 這一行有沒有 然後移到後面 Ctrl V 把什麼呢 把這個改成 第五列 可是你會發現 這邊改五 改五 改五 哇 改好多地方 所以 再來你可能需要學習一個叫 回圈 回圈的概念 那回圈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從 第四列 一直到第幾列呢 第103列 那你總不可能複製貼上 一直貼貼貼到103吧 那這太笨了 所以呢 你可以把什麼呢 把剛剛這個四的數字有沒有 當成是一個變數 這邊這一行先刪掉 OK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四 其實就是 打一個for for就是for回圈 for回圈 空一格之後 後面是for i 等於 第四 到 第103 enter兩下 net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for回圈呢 幫我建立了一個 i的變數 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 會在4 到103 之間做變化 OK 它會先從 4 5 6 net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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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會一直反覆 那你只要把剛剛寫的這一行怎麼樣 搬到這個中間 for回圈中間 OK 然後呢 多按一個tape鍵 讓它縮排 因為習慣上是這樣 一層一層的 然後 這字有點太 再把它稍微縮小一些 因為這個感覺旁邊看不到 把它改成4 好了 工具裡面的選項 撰寫風格 這邊可以把字稍微放大縮小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直接怎樣 先打一個for回圈 那裡面的話怎麼改 把原來在4改成 改成i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先幫你跑4 跑完4之後呢 再跑5 所以只要看到4 請你就全部改成i了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 有沒有 那這樣子的話呢 誒 乘4 就寫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跑一次嘛 因為你要一直跑下去 列要改變 所以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記得就是一個for回圈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怎麼樣 執行看看 所以執行 那我把這個地方往上推 到這邊 所以為什麼要浮在上面 因為這樣你看 不要方便嘛 那就直接游標放中間對不對 按個執行 全部執行完了 好 那再來就是說呢 你需要一個第二個按鈕是清除 清除的話其實不用重寫 把這一段 Ctrl C Ctrl V 這邊改成清除 因為不用再插入一次衝 為什麼 因為比較快嘛 OK 應該懂那個意思啦 反正就是不需要再一次 當然你可以再插入一個程序 不過不要浪費 那後面 我們本來是丟進去是一個工之類 請你把等號後面的東西刪掉 丟給他什麼呢 一定要給他東西 丟給他兩個雙以後 這個東西 在 無論是VBA 或者是以色列裡面 這個叫空置串 所謂的空置串 基本上就等於沒有 沒有東西的意思 那沒有東西意思就是怎樣 就是清除嘛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另外各位要理解一個道理 這個等號 在了解的邏輯 不太像我們以前數學 那個1加1等於2 那個等於 這個等於 跟那個等於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不要搞混 這個等於是指什麼 把後面的東西丟給前面 這個應該是要賦予 不是要等於 雖然是符號一樣 意思就是把後面東西丟到前面去 ok 懂那個邏輯吧 因為有些同學 突然 跟 被那個以前的數學給 就是 因為你已經 可能以前數學學太久了 突然看到這個東西 以為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等號指的是 把後面的東西 丟到前面去 ok 不太一樣的東西 你不要把兩個類比在一起 所以它其實實際上就是 一個一個的把它丟出去 丟到前面的東西 前面指的是什麼 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就把這個東西丟進去 如果清除的話呢 那我就是怎麼樣 有不要放這邊 直接執行一下 清除掉了 ok 那你想說 老師那 將來 我如果要執行的話 我不太 應該不太去 如果要執行 我是不是一定要開VPA 才能執行 當然很麻煩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當然可以啊 做完之後對不對 你要把這兩個程序 變成兩個按鈕的話 其實齁 你只要找到開發人員裡面的 插入有沒有 這邊不就是有一個按鈕 記得是在表單控制下這邊喔 有一個按鈕 ok 那你要建按鈕的方法喔 其實非常簡單 按它一下 再拖拉有沒有 拖拉向右下拖拉 放開之後有沒有看到 這邊不是有個門號跟清除 也就是如果你將來寫個sub 通通會列在這裡 那你只要選擇門號 那並且把門號兩個字給複製起來 這樣確定 那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你等一下可以把它貼上 這樣可以少打兩個字 ok 那你不複製也沒關係 你自己愛這樣打 因為我之前是就是 確定之後 再自己打之後 我發現比較麻煩 複製貼過去比較快 當然邏輯上應該懂那個意思 好完成了 第二個你再加上一個清除 那再拖拉一個 ok 清楚 一樣複製一下 ok 然後把這邊貼上一下 好完成 清楚 門號 ok 可以work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VVA 第一次 記得我再把重點回覆一下 盡可能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可以把它打過一遍 不過應該會需要記蠻多的 記得第一個動作一定要先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叫做門號 再來就是先 也許你這乾脆你就是直接打回圈算了 我只是中間是演繹 就是演示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呢就是這個後就是丟到哪個位置 後面就是一個這兩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記不得的話 如果你記不太起來 其實在這裡 門號 有沒有 清除 ok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那盡可能 還是要多練習 因為這些算是VVA裡面的最基本 往後 因為所有的那個動作 反正在ESale裡面 不外乎就列了 列用的比較多 不外乎就懶了 那基本上的概念都差不多 你只要知道說你的範圍在哪裡 然後你就是從實質清到哪個儲存格 所以為什麼會先從Sales開始 因為Sales是所有VVA的物件裡面最小的單位 所有反正都一定是脫離不了Sales 一定都有儲存格 那在哪個儲存格 放什麼東西進去 那你只要放進去你要的東西 他就會把結果給輸出進去 ok 那針對你要的那個範圍 你也可以給他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 大部分用的最多還是4回圈 那那個I指的是列 從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未來當然如果你有藍的話 從哪一藍到哪一藍 都可以 按下個按鈕自動全部完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是怎麼樣產生 這個門號跟清除 那最後如果說呢 要產生按鈕的話 再回到Excel裡面 的開發人員裡面的那個表單控制項 再去新增按鈕 你不要按下去 欸 這個 剛剛的程序 就執行完畢了 ok 所以試試看 這個是VVA的第一個步驟 也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這一步的踏出去的話 未來你在撰寫VVA 應該會越來越簡單 那大家不外乎是這樣的 反正VVA就是從這邊開始 環境先設定好 撰寫程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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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